同学们好,继续学习所得税 看教材的例22 A公司207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是3000万元 该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 地研所得税资产及地研所得税负债不存在期出余格 与所得税核算有关的情况如下 207年发生的有关交易和事项中 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存在差别的有 那这个题目会涉及有应交所得税的计算 所以这几个事项 每一个由税前会计利润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是如何进行纳税调整 我们要清楚 一个一个来看 一 207年1月开始计题折旧的一项固定资产 成本是1500万 使用年限为10年,净参值为0 会计处理案双倍余额递减法计题折旧 税州处理案直线法提折旧 假定税法规定的使用年限期净参值与会计规定相同 那这个事项呢 我们看说会计的折旧 那应该是 1500万 要乘以十分之二 就是1500 x 预计使用年限到处的两倍 十分之二 所以应该是300 这是会计 而按照税法规定题的折旧 那应该是1500除以10 那直线法吗 所以1500除以10等于150 当年由税前会计利润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那我们就应该是要300减去150这个数字 肯定要纳税调增 因为你会计网费用力极多了 要纳税调增 再看第二个事项 向关联企业捐赠现金500万 假定按照税法规定 企业向关联方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 那你捐赠现金 既到盈利外支出了 人家根本不让扣 所以这个肯定就是要纳税调增500 既盈利外支出税上不认 我们看第三个事项 当期取得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的股票投资成本为800万元 阿雷某7年12月31日 供允价值1200 税法规定 以供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持有期间 市价变动不计入应大数所得额 当期取得之成本是800 阿雷某7年底的供允价值1200 我们会看是多了一个400 这是供允价值变动收益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应该是1200减去一个800 这个数字 你是供允价值变动收益 要纳税调减 增加利润 税上不认 纳税调减 第四 违反环保法规定 应支付罚款250万 那这个寄到盈意外支出 税法不认 要纳税调增 所以这是250万 要纳税调增 第五 期末对持有的存货 既提了75万元的存货提加准备 那我们当期对存货提提加准备 既到资产减值损失 税法不认 你对资产提减值他都不认 所以这75万 我们也同样纳税调增 75 那这样呢 我们看 207年当期应交所的税 税前会计利润是3000 当年会计比税法多期 折旧150加上 那然后我们向关联方捐赠的现金500 那这个 进行这位支出要加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400 我们要减去 违反环保法规定支付的罚款250 要加上 既提的存货提加准备75 要加上 那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 3575 应交所得税 就应该是3575 乘以25% 用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 等于893.75 我们接下来再看递严所得税 递严所得税题目啊 是后面表格里面 我们再看 他给定的存货 账面价值2000 计税基础2075 形成的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75 就资产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75 然后固定资产 那这一块 账面的价值是1200 计税基础1350 那账面价值也是小于计税基础 又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5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1200 计税基础800 那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这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400 其他应付款 账面价值250 计税基础也是250 没有暂时性差异 那下面呢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余额数是400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225 并且这些都是影响损益的 那我们确认的地盐所得罪资产 或地盐所得罪负债 影响的都是所得罪费影 所以接下来回到前面就看 那地盐所得罪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整个的余额数是225 我们用它乘以25%的税率来计算 地盐所得罪资产 56.25 那余额数56.25 发生过也跟它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第一期 地盐所得罪负债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余额400 用它乘以25% 是地盐所得罪负债余额100 那发生过当然也是100 我们要算地盐所得罪费用 使所得罪费用增加的是正号 那带地盐所得罪负债 借所得罪费用 这是正的 借地盐所得罪资产 带所得罪费用 所以它就是负的 减去56.25 43.75 这样的所得罪费用 应交所得罪 也就是当期所得罪费用 893.75 加上地盐所得罪费用 43.75 那我们等于是 937.50 那会计翻录 借房所得罪费用 937.5千 借地盐所得罪资产 56.2500 带应交税并交所得罪 893.75000 带地盐所得罪负债100万 这就是它的处理过程 我们再看例23 沿用例22 有关资料 下一年了 假定 A公司某8年 当期应交所得罪 1155 这个数字是直接给我们了 资产负债表中 有关资产负债的 账面价值 以及计划基础 相关的资料 在表四里 除锁列项目外 其他资产负债项目 不存在会计和税收的差异 那我们看吧 存货 账面价值4000 计税基础4200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200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910 计税基础1200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290 交易性集中资产 账面价值1675 计税基础1000 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余额675 预计负债 账面价值250 计税基础0 那形成的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50 那这些也都是影响损益的 我们用暂时性差异的余额 常以适用所得税率 算的当然是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余额 要决定发生额 那就是期出期末余额的差 作为发生额 我们看说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就是当期应交所得税 1155 递延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 那应纳税暂时性差余额675 乘以25%来进行计算 期末数168.75 期出的是上年年末的上一个例子 期末数100 所以递延所得税负债 本期增加了68.75 期末减期出 增加吗 我们要做会计翻路 带递延所得税负债 68.75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期末余额 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余额 常以适用所得税税率25% 确定的是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 185 期出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上期期末的56.25 那现在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了128.75 本期的递延所得税 那会看到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68.75 是正的 而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是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代方所得税费用 那就是负的 算出负的60 负的60应该是减少所得税费用 所以它是一种收益 那确认所得税费用 两部分构成 当期所得税体理直接给的1155 那我们递延所得税费用加上它 加上一个负60相当于减60 1095 那确认所得税费用的账务处理 借方所得税费用 1095万 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增加了发生额 我们有个计算 128万7500 那代递延所得税负债 68万7500 代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那是1155万 这是这个题目 所以主要就是说 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发生额的计算 我们一般采用是余额的变动来进行确定 第六节 所得税的猎报 一个是猎报的基本原则 再有所得税费用收益与会计利润关系的说明 先是猎报的基本原则 一般情况下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 当期所得税资产与负债 即递延所得税资产 即递延所得税负债 可以以抵消后的进额劣势 对于当期所得税资产负债 本身我们的最终都是以进额形式体现的 当期交不交税 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企业里面 有的业务可能是赚钱的 有的是亏损的 那你赚钱这一部分要跟人交税 而亏损那一部分可以抵这一部分 那就相当于亏损所得税资产 而你要交税所得税负债 最终我们是抵完之后来进行劣势的 你比如说有的业务 我们赚了一千 有的亏了八百 那我们就是一千减八百 这二百来进行交税 进购 地盐所得税资产负债 针对的是一个税务机关个别报表 那我们正常的 你可以以进额形式来进行劣势 但是在实务之中呢 有的像比如说母公司的个别报表 上市公司 也没有以进额的形式来进行劣报 它也是分着来的 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那就是从道理上来讲 针对于一个税务机关 我们以进额形式劣报 显得会更好一点 你不能说针对于一个税务机关 我有多少地盐所得税资产 以后少给你交税 那边有多少地盐所得税 负债以后给你多交 这显得不是很好 但是在合并报表中 那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比如说对于地盐 那你也分着来 因为它针对的不是一个税务机关 那有的可能是境外的 有的可能是境内的 所以一般说不能进行抵消 说的是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所得税费用 或者收益 与会计利润关系的说明 这一部分呢 其实一般大致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说调的过程之中会涉及到什么 内容当然就会很多 反正会计跟税法 因为对于收入费用确认的口径不一致 那不一致要调配 那你税率相关的一些调整 比如我们地盐这一块 会涉及到税率变动要调地盐 那还有一些 说税法规定的非应非收入 不得率先扣除成本费用后的损失等 永久性差异 就说不是暂时性差异 面对谈到了超标的业务招待费 那是永久性的 该调增就调增 还有一些什么赞助支出 以计营利外支出不认 那当期调增 那地盐这一部分 当然了前面也谈到过 由税前会计利润算盈纳税 所得过也有调整的一些问题 这就不在一的进行说明了 好 下面我们看20年的计算分析题 甲公司20博8年财务报表 经董事会批准 于博9年3月15日向外报出 甲公司20博8年度财务报表 相关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之后我们先看看其他资料 看要求再去回答具体问题 其他有关资料 第一 乙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 与甲公司相同 一般我们都会给一致的 第二 甲公司和乙公司 均为国内居民企业 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 均为25% 第三 取得乙公司股权日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供引价值 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第四 除题目要求外 本题不考虑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 第一个根据资料一 计算甲公司对乙公司股权投资的 初始入账价值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录 第二 根据资料一 计算甲公司对乙公司股权投资 208年度应确认的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录 这是说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的事情 第三 根据资料一 判断甲公司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是否应确认递言所得税 并说明理由 如应确认递言所得税 计算递言所得税金额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录 那我们先试看资料一 资料一是 208年1月1号 甲公司从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处 受让了其所持乙公司30%股权 转让价格是2000万 款项已用银行送款支付 乙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已经办理完成 取得投资当日 乙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是5000万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7000万元 除账面价值为1000万 公允价值3000万元的专利权外 公允跟账面不一直要谈具体资产 到底是什么 说除了一个之外 其他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 该专利权预计使用20年 已经使用了10年 自甲公司取得乙公司股权 其尚可使用10年 预计仅残值为0 用直线法来进行摊销 受让乙公司股权后 甲公司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甲公司你长期持有乙公司股权 我们前面也谈到过 如果长期持有这种情况不确认递言所得罪 那说你确认不确认 他长期持有就不确认 2058年度 乙公司账面实现净利润是1000万 因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确认其他综合收益50万 就是你权益法核算要进行用到的数据 当然我们也知道算投资收益时不是账面利润 那我们要考虑投资时点被投资单位资产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差额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还要考虑内部交易 当然这期没有涉及到内部交易的事情 好呢看这个 要求第一个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 以及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的事情 假公司取得乙公司30%股权的初始投资成本 那是2000万 取得股权日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给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7000 投资方取得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是30% 7000乘以30%2000亿 那初始投资成本小于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我们要对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2000亿 说初始投资成本是多少 2000 但要谈入账价值 或者调整后的初始投资成本 我们要清楚 那是2000亿 会计翻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先反映初始投资成本 代银行存款2000 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 调了100 那借方在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100 代方营业外收入100 这样来处理 那我们看第二个权益法核算的事情 甲公司2008年应确认的投资收益的金额 账面上的利润是1000 然后题里面告诉了 有一项啊 无形资产 这项专利 公允是3000 账面是1000 那我们要考虑公允跟账面不一致差额 对当期股权的影响 这个调整要考虑进去 3000减去1000 公允比账面多的 由于预计上个使用年限10年 我们应该从2008年初开始算起 因为投资是发生在2008年初 当然按照公允贪销的数字多了 费用计多利润就少了 因此1000要把公允账面不一致差额 当期对损业的影响数字要减去 这是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我们再去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百分之三十二百四十万 这就是权益法核算 然后在2008年 被投资单位的其他综合收益增加50 那投资方按照百分之三十 也要确认其他综合收益 50乘以百分之三十等于15 所以接下来呢 借方长期股权投资损调整二百四 贷投资收益十二百四 那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十五 贷方其他综合收益十五 这是权益法核算 第三 问要不要确认递业所得罪 确认再进行计算 不确认就不管它了 说假公司不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相关的递业所得罪 理由 由于假公司 你长期持有已公司股权 长期持有的话 初止投资成本的调整 未来期间不会转 确认投资收益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以后呢 通过分股利利润的方式 会转回 你说我们现在 借方长期股权投资代投资收益 这不是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大于基础基础了吗 以后分股利时 我会借应收股利代长期股权投资减少了 但是不用交税 因为被投资单位交完了 所以当然不能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 我不用交税确认什么地言所得罪负债 没有 因确认影响有被投资单位其他分合收益份额 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包括有其他权益变动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如果有的话 未来也不会转回 所以未来期间对所得税没有影响 我们不确认地言所得税 这是在考试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点 要清楚 那我们当然还要想到 说要不确认地言所得税资产那个时候 你也得会说理由 说不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大税所得额 这都得会说 这些概念要注意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要求的第四个 根据资料二 判断假公司从政府取得的款项 是否为政府补助 说明理由 并编制相关会计翻录 就是这个题目是有一部分 与所得税相关 就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持有这个少 那有的是别的一些业务 我们现在考试说是计算分析题 其实它也都有一定的分合性 要求大家学的时候 要认真吗 你得掌握了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资料二的内容 208年12月31日 假公司与所在地政府签订协议 根据协议的约定 假公司将按照所在地政府的要求 开发新型节能环保建筑材料 政府将在协议签订日期一个月 向假公司拨付款项是2000万元 新型建筑材料的研究成果 是归政府所有 当日假公司收到当地政府拨付的款项是2000万 那我们看这是无偿的吗 不是无偿的 如果无偿的来自于政府的资源 我们是按照政府补助准则进行处理 那这个不是无偿的 我们最终的成果是归政府 所以实际上相当于政府拿钱买假公司的成果 那假公司要确认收入才是对的 所以假公司其从政府取得2000万元资金 用于开发新型节能环保建筑材料 研究成果归政府 不能按照政府补助去做 要按照收入准则来处理 那现在收到政府给的钱 我们应该是反映到合同负债 收入准则的相当于一种预收吗 反映到合同负债里去 借记银行存款2000 代方代计合同负债2000 等以后成果有了 研发结束了 再给政府到那个时刻 再去确认收入去 实际上来处理 好 那我们接着再看 要求的第五个 根据资料三 判断假公司完成办公楼 竣工决算手续的事项 是否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并说明理由 如为调整事项 计算该固定资产在20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劣势的金额 编制调整208年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分录 我们看第三个实项 209年1月26日 假公司的办公楼完成竣工决算手续 实际成本是6亿8千万 那上述办公楼已于207年12月28日完工 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假公司按预算金额 6亿2千万元暂雇入账 该办公楼预计使用是50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用年限平均法计题折旧 当时是赞顾入账的 最后竣工决算的实际成本数呢 是6亿8 我们也知道 当固定资产办理竣工决算之后 固定资产原价 一定要体现真实的竣工决算之后的这价格 那当然由于208年报告没有爆出 那在208年底固定资产原价的数字 一定要做出调整 但是我们提的折旧不行 提的折旧呢 应该不往前进行归宿 不能调整折旧 就是固定资产提多少折旧 是一项会计估计嘛 我们会计估计变更 未来实用 不能往前进行追溯 好我们看这一顾 说假公司办公楼竣工决算 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实项 因为固定资产原价的数字 我们必须调 这个事情在资产负债表之前应久 我们一定要把固定资产原价调到 竣工决算之后的真实的数字 也就是说这个事项 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 日后根据最新情况发生变化 那你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脑事项处理 说按照竣工决算的实际成本 调整原赞估入账的进度 把固定资产原价给动 只调那一部分 不调整原价具体的哲学经过 那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 现在题目里面说 最后竣工决算的数字 是618 这是在 毛九年的1月26号 说实际成本是618 我们应该要是618要 减去 我这种固定资产劣势的金额 原来是按照612提了一年的折旧 因为这项固定资产 当时暂股入账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是二零某七年底 二零某八年提了一年的折旧 折旧不能往前追溯 那就是612除以50 你要固定资产劣势金额是他 每一条之前是多少 那是612呗 减去612除以50的数 我们是把612调到618 所以固定资产要调的金额数是6000 那你借房借固定资产 贷房 那有正常在建工程呢 你决算之后的数字 反正发生额都要记住在建工程里去 借房借固定资产6000 贷在建工程6000 这是这个题目 我们接下来再看18年的综合题 这个题呢 还是有那么一点难度的 假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 假公司自2011年2月 这是在这个时候 2011年2月 取得第一笔生产基因收入 所属纳税年度期 享受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 即2011年至2013年 免交企业所得税 2014年至206年减半 那就是按照12.5%的税率 交纳企业所得税 那207年就正常了 还是25%的税率 假公司2013年至207年 有关会计处理 与税收处理不一致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那给了一些事项 我们是这样 先看呢其他的资料 一般大体看看其他资料 其他资料里面 会有一些限定的一些条件 比如说有时考虑什么因素 不考虑什么因素 然后再看要求 根据要求来回答问题 其他资料如下 第一 207年度 假公司实现利润总额是4500万 就税前会计利润 第二 2013年初 假公司地研所得罪资产 和地研所得罪负债 没有余额 无未确认地研所得罪资产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 可抵扣亏损 也没有说以前的亏损的事 除上面所述外 假公司2013年至2017年 无其他会计处理 与税收处理不一致的交易或事项 第三 2013年至2017年 各年末 假公司均有确凿证据表明 未来期间 很可能获得足够的 应大水所得额 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那就是告诉 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我们就可以确认地研所得罪资产 第四 不考虑除所得税以外的 其他税费 及其他因素 那所得税还要管 不是所得税的 我们就不管 然后要求呢 第一个 根据资料一 分别计算 假公司2013年 至2017年 各年A设备应计题的折旧 并填写完成下列表格 这是第一个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看资料一 2022年12月10号 假公司购入一台 不需要安装 即可投入使用的 行政管理用A设备 成本是6000万 那这个设备 采用是年数总和法 具体折旧 预计使用5年 没有残值 这是我们会计上的事情 税法规定 固定资产按照年限平均法 计题的折旧 准与在税前扣除 那税上就是年限平均法 假定税法规定的A设备 预计使用年限及净残值 与会计规定 与会计规定相同 这个设备是某二年的12月份取得 不需安装 所以某三年的1月份就要开始提折旧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是看这个 第一个吧 2023年A设备应计题的折旧楼 这是我们会计上的事情 原价是6000万 没有残值 但是有残值 肯定把残值扣了 年数总和法提折旧 是应计折旧额吗 原价减去预计残值 这叫应计折旧额 这个没有残值 我们要诚意 由于预计使用年限5年 年数总和法提折旧 那对于分母 这个折旧率是1加2加3加4加5 分子是逐期年数倒转顺序 所以第一年是5 这样呢 某三年提的折旧是2000 2024年就6000乘以15分之4 1600 2025年提的折旧 6000乘以15分之3 等于1200 2026年 6000乘以15分之2 等于800 2027年 6000乘以15分之1 那就等于400 这是属于会计上 那按照税法的来说 每年的折旧 都是一样的 它是直线法 年限平均法 所以税法上呢 就应该每年提折旧6000 除以5 应该等于1200 是这个数 所以接下来我们下面看 涉及到203年 到207年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暂时性差异这个事情 那先说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第一年的时候 会计上提折旧提了2000 那我们也就清楚 这是6000 减去2000吗 提的折旧2000 形成的是这个数4000 那204年 12月31号的账面价值 204年又提了折旧1600 4000减去1600 那就2400 205年提折旧一瞎 2400减一瞎 205年底的生一瞎 206年 那提的折旧是800 1200减800等于400 最后207年提折旧400 那账面价值就变成零了 是这个数 我们接下来再看 记税基础 那是固定资产的原价减去 按照税法规定累计提的折旧 我们在固定资产原价是6000 按照税法规定 每年提折旧是172 所以第一年的时候 那就记税基础变成这个数 4800 6000减172 4800 然后呢 到204年底 4800减172 3600 因为税上 每一年提的折旧都是1200 205年 3600再减172 2400 206年 2400减172 207年 172 再减172 再减172 那之后我们看 暂时性差异 2600三年底 账面价值4000 记税基础是4800 账面价值小于记税基础 形成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是800 204年底 账面价值2400 记税基础3600 账面价值小于记税基础1200 那我们看暂时性差异还要增加 205年底 账面价值1200 记税基础2400 暂时性差异1200 那没有变化 这是科里扣暂时性差异吗 他里一个没变 206年 那这个账面价值400 记税基础 是1200 那现在账面价值小于记税基础800 是科里扣暂时性差异 207年里就没有了 那接下来 我们科里扣暂时性差异 如果要确认递严所得税的话 那确认递严所得税资产 税率怎么办 那这个题目是税率 由于20-3年-2年免的 你再回前面看一下的税率 他是这样说的 某1年到某3年免交企业所得税 某4年到某6年 减半按12.5%税率交纳 20-7年就正常了25%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 税率呢 是这三年的税率 这是12.5%的税率 如果说暂时性差异 在这个期间往回转的话 你要用12.5%来算 那20-7年这一年的税率 他是25%了 也就说 要是科底扣暂时性差异 转回是发生在20-7年 那我们就要用25%的税率 来算递严所得税资产 因为这是科底扣暂时性差异 那咱们看吧 这800 发生的科底扣暂时性差异 什么时候往回转 那你转要用转回时的税率 20-4年 没转 还增加了800到1%增加400 20-5年没变 也没往回转 但是在20-6年 你看 1200到800 转回400 减少吗 往回转 所以这800的科底扣暂时性差异 发生的时候 20-6年 转回了400 剩下的 20-7年转回的 这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 如果说确认地严所得税资产 你就会发现啊 说是20-3年底地严所得税资产的余额怎么算 算它的余额 这里面 这800 要清楚 有400 20-6年的 我们税率呢 20-6年税率是12.5% 还有400是20-7年的 那我们要用400乘以25%的税率 如果让我们算 题目后面真的要算了 20-3年底地严所得税资产 余额有多少 就这样来算 用转回时的税率 我们接下来再看了1200 20-4年底的科底扣暂时性差1200 什么时候转 20-6年 转回400 1200到800 20-7年底 转回800 是这样 因此 说这个 它的计算 要算地严所得税资产余额 1200的话 有400 用的是12.5% 然后有800 用的是25% 是这样 用转回时的税率 来进行计算 这我们必须清楚 20-5年底的余额1200 也是科底扣暂时性差 那它的转回 跟这是一样的 某6年转回400 某7年转回800 所以这1200 跟这个是一样的 你算地严所得的资产余额 都这样算 那再看20-6年的800 这800都是什么时候转 都是在20-7年 所以这个没问题 那就说这个 就应该是800 乘以25%的税率 一定用转回时的税率 来算地严所得税资产 地严所得税付来的余额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要求的第二个 根据资料二 编制甲公司 20-7年 与B楼房转换为 投资性房地产 及其后续供允价值变动 相关的会计翻诺 这与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相关的 那我们看吧 资料二的内容 甲公司拥有一栋 五层高的B楼房 用于本公司行政管理部门办公 迁往新建的办公楼后 甲公司20-7年1月1日 与已公司签订租赁协议 将B楼房租赁给已公司使用 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期为三年 租赁期开始日为 20-7年1月1日 年租金是240万 与每月末分期支付 B楼房转换为 投资性房地产前 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提折旧 预计使用50年 预计没有净三值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后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 转换日 B楼房原价是800万 以计提折旧400万 那它的账面价值呢 就是400 因为没有提过简直准备 公允价值是1300 那这公允价值1300 比原来的账面价值多 我们是要确认 其他综合收益的 奥利保七年12月31日 B楼房的公允价值是1500 那1300跟1500 会有个公允价值变动 税法规定 企业的各项资产 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量 固定资产按照年限平均法 计提的折旧 准与在税前扣除 假定税法规定的 B楼房使用年限及净残值 与其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前的 会计规定是相同的 那我们看这个实相 那第二个 转换时的分路 借方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反映转换日的公允价值1300 把原来非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给充了 我们会借记累计折旧400 带固定资产800 这个 然后差额是在贷方的 就是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这个要确认地严所的 这负债也得对应其他综合收益 那下面就是供允价值变动的事情 借方投资性房地产供允价值变动 200 就是1300到1500 贷方供允价值变动损益是200 这是第二个要求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 根据资料三 编制甲公司207年与购入国债 及确认利息相关的会计分录 好 那我们看一下资料三的内容 207年7月1号 这是发生在7月1号 有的可能是1月1号 也有的7月1号 考试这两个时间是最长出现的 甲公司以1000万元的价格 购入国家同日发行的国债 款项已用银行存款支付 该债券的面值是1000万 提前为3年 年利率5% 与实际利率相同 利息于每年6月30日支付 本金到期一次付清 甲公司根据其管理该国债的业务模式 和该国债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购入的国债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税法规定 国债利息收入免交企业所得税 那明确告诉我们 是贪于成本计量金融资产 大家当然要知道 如果划分为这一类 一定是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也就是说是本金和利息 就是本金和尚未偿付 本金金额为基础利息的支付 那另外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这都得知道 那我们看吧 这一步 借方债权投资 代银行存款1000 那由于是按照免日购入 我们确认的应收利息 和投资收益的数字 也是一样的 半年的时间 1000乘以51%年的利息 我们除以2 25 借方借记应收利息 代方代投资收益 25万 那就这样来处理 当然如果说 期出的贪于成本跟面值不同 确认应收利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但投资收益 是期出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或者期出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这在金融工具里面 大家已经都学过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 要求的第四个 根据上述资料 计算假公司2013年 至2016年 各年末的地研所得罪资产 或负债余额 实际上我们之前就涉及那个固定资产 算成的余额 这个问题前面也都谈过 2013年末的地研所得罪资产余额 有400是2016年转回的 用12.5%的税率来计算 有400是2017年转回的 用25%的税率来计算 因为这明确是在哪年转的吗 那等于150万 2014年末的地研所得罪资产余额 那当时是1200万的 硬纳税就科里扣三次性差余额 其中有400是206年转的 400乘以12.5% 有800是在207年转的 800乘以25% 来算地研所得罪资产的余额的 250万 没让算发生额 算发生额就是七出七脉的差就完了 205年末的地研所得罪资产余额 跟204年是一样 因为同样有400 206年转的 用12.5%的税率 还有800是207年的 税率用的是25%的税率 等于250 206年末的 那这800都是在207年往回转 所以用的税率是25%的 200万 是这一步 我们接下来再看要求 说是第五 根据上述资料 计算假公司207年的 应交所得税和所得税费用 以及207年末 地研所得税资产 或负债余额 并编制相关会计份诺 而这一步呢稍稍复杂一点 那我们再算应交所得税 那是用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 好我们再看资料里 还有一个 资料四 说207年9月3号 假公司向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 公益性社团捐献了现金600万 然后税法规定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不超过年度利润 总额12%的部分准以扣除 那你超过部分就不让扣了 所以这个就会涉及到 有纳税调整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看纳税调整 都有哪些 一个呢 针对于固定资产 提折就这个事情 你看 在207年 税法提折就一家 会计提折就提400 我们就是207年 算计纳税所得额吗 算计纳税调整800 你会计提折就提少了 税上让你多提吗 这个事项会纳税调整800 投资性房地产 涉及到纳税调整的 一个会 公允价值 一个是公允价值变成收益的 要纳税调整 还有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不提折就 不贪消 但是按照税法规定 还可以提折就 所以要把当年 按照税法可以提折就那一部分 也要进行纳税调整 这是第二个 那这个事项 国债利息收入 那你反映投资收益25 税上也不认 我们要纳税调减 然后另外一个事项 就是超标那一部分 所以我们看 甲公司207年的应交所得税 税前会计利润是4500给的 你文字都可以不用写 比如说 减去800 你就知道 那是固定资产 会计提折就 提的是400 税上提12 减800 税上你提多了 减800就行了 那你说 这个可理扣三十性差异 大家也看到了转回 转回的当然就是条件 符合它定义 也行 然后投资性房地产两个 一个是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200万 我们要调解 那另外 当年 按照税法规定提折就 固定资产原来原价800万 预计使用年限50年 800除以50 那你要减去 所以这个呢 你文字愿意写写不写也没关系 分地只要减去200再减去800除以50就行 国债的利息收入 25 那减去 我说我们考试时 你不用写文字 数字有个过程 最终结果对就行了 我们再加上公益性捐赠支出 超过限额部分 限额呢 是说 4500乘以12% 而我们实际的1600 比它多了 那把它加上 这就是应纳税索得额 用它乘以适用索得税税率 25% 算的是应交索得税 879.75 我们再看地盐索得税费用 地盐索得税费用呢 一个是投资性房地产 供允价值变动收益 还有按照税法 可以补替折旧 那这是影响损益的 所以这一部分确认的地盐索得税负债 是对应索得税费用 叫地盐索得税费用 但是转换时的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那你确认地盐索得税费债 对应其他综合收益 那不叫地盐索得税费用 所以地盐索得税费用 一个是供允价值变动收益 还有一个补替折旧 它都导致了 账面价值大于几费基础 所以地盐索得税费用它乘以25% 另外一个是固定资产在207年 地盐索得税费资产往回转了 转的是800万乘以25% 那你转回时 带地盐索得税费资产 借索得税费用 所以使索得税费用也是增加 最后是254 这么个数字 这样 贾公司某七年的索得税费用 应交索得税是879.75 我们再加上一个地盐索得税费用254 等于1133.75 那是这个数 207年末 地盐索得税费债的余额 我们先说地盐索得税费债 地盐索得税资产没了 原来的都冲掉了 别忘了 还有一个 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这也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我们900乘以25% 但是你这个确认地盐索得税费债对应的是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 然后再有就是200加800除以50 那是影响损益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乘以25% 而最后的分路 借方索得税费用1133.75 代应交税平交索得税879.75 代地盐索得税费债54 地盐索得税资产是200 那是固定资产转回那个 那这54呢 就是影响损益的这一块 也就是说200加800除以50之后 乘以25% 这个数 这是54 地盐索得税资产转回200 代方 900乘以25%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代地盐索得税费债225 这个数 那有这么一个提示 题目没有给出超过限额的 供应性捐资支出 允许以后年度扣除 所以没有确认地盐索得税 那如果说 题里要告诉 供应性捐资支出 允许以后扣 那你要确认 那这个没有 没有就不要管它 那税率呢 这些已经都告诉完了 所以我们做题时 你能够明确 这些暂时性差异 在哪个年度转 就用这个年的税率 来进行计算就行了 我们这一章 大致要制造的核算程序 我要掌握资产的计税基础 负债计税基础 这资产计税基础 就是站在税法角度看资产 按照税法规定 未来作为非用劣质的 负债计税基础的计算 账面价值减未来可抵扣来算 我们要掌握 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那就说 资产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 硬纳税的 负债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如果资产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是可抵扣 负债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可抵扣 还有特殊的 没有形成资产面价值 但未来可以抵税的 那也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要清楚 核心内容 地言所得罪负债 地言所得罪负债 确认和计量 要熟练掌握 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符合条件的 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 然后是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不符合条件的 或者说出于特殊考虑 不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 要清楚要掌握 比如商与的处置 确认的问题 长期股权都是权益法核算的问题 地言所得罪负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符合条件确认地言所得罪负资产 但是我们要清楚 有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不确认 重点关注研发 那所得罪负用 两个部分构成 当期所得罪费用 还有地言所得罪费用 地言所得罪费用 当然是地言所得税 资产负债发生和对应所得罪费用 我们要汇算的 所得罪费用 你不要把地言所得罪费资产负债 对应所有的东西 都算到地言所得罪费用里来 只有对应所得罪费用的才考虑 那这一章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